这个时候张亚中奖 嘱咐体制避乱国民党 那个时候是傅坤其春风得意的时候 所以张亚中这样批评 张亚中这样批评 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回击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亚华 国民党有一位先知 不幸言中 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叫做张亚中 张亚中在傅坤其重回国民党 就是朱立伦开启同舟计划 他重回国民党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个 他说啊 诸富体制 将来必然会乱国民党 这句话今天不幸言中 我们知道傅坤其是花联王 傅坤其是我小学弟 他是花联王 他干过花联县长 也干过花联县的立委 他是一方之霸 所以他在地方的人脉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重回国民党 就到了选对会 选举的选 对策的对 他就到选对会 负责为国民党 也为朱立伦超盘 所以朱立伦非常引重傅坤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傅坤其的几次超盘 其他的呢我不讲 那我讲2022年 2022年地方九合一选举 傅坤其超盘是超的不错 所以呢得到朱立伦的信任 这个时候张亚忠家 诸付体制避乱国民党 那个时候是傅坤其春风得意的时候 所以张亚忠这样批评 张亚忠这样批评 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回击 但是事隔一年半 各位来看看 张亚忠讲的对不对 对 这一次为了立院正负龙头的事情 我在选前我就讲傅坤其会有动作 为什么傅坤其会有动作 因为几次出外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傅坤其非常的卖力 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讲 我说傅坤其这一次这么卖力的浮选 必有动作 所以呢在选前我就在视频上面讲了 你傅坤其可能要争立院的龙头宝宠 果然不行被我言中 张亚忠也言中 就是说朱立伦跟傅坤其 就是因为关系很好 现在朱立伦做了很多的动作 大家为什么不相信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当年的诸付体制的运作的时候 朱立伦把很多的大权交给了傅坤其 那傅坤其可以说 在2023大选的时候 他是反对侯友谊的 他是支持郭台铭的 甚至不排除由韩国瑜出征 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你傅坤其对于台湾正情的了解 他在国民党内应该算是第二把手 就傅坤其的角色来讲 各位来看 他当时候跟侯友谊真的那么的凶 到了最后各位 你有没有发觉 他是总后援会的副会长兼总干事 就是为了侯兆沛 全台跑透透 从傅坤其的这些动作 他有四个动作 各位要注意 第一个 他跟侯友谊不合 可是到了最后 他会侯友谊卖力演出 卖力演出 他希望能够得到侯友谊赵坤康的支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的所谓国民党籍的立委选举 他全部跑一圈 就换句话说 他要跟你结交 他要跟你交一个人情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他又是选对会出身的 对于某些人 他可以做顺水人情 换句话说 大家交个朋友 那第四个 他跟朱立伦的关系特殊 你看这四项 选前 傅坤其全部都做 所以我马上跟我的朋友讲 他可能自在立院政府龙头 那个时候我回来 第二天我就讲 注意傅坤其 他要争取立院政府龙头的宝座 我起来 在这一次 韩江沛之前 傅坤其动作平民 这也就是印证了张亚中讲的 你朱立伦跟傅坤其 因为关系特殊 那现在 你朱立伦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会怀疑 你是不是站在傅坤其那边 第二个傅坤其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处理 或者用冷处理的方式 让野火慢慢延烧 那第三个 在韩江沛之后 你国民党应该要召开一个会 就是郑重介绍韩江沛 但是为什么党内又有假投票的声音出来 况且现在也有人在帮他鼓吹 就是说你立院的龙头可以是韩国瑜 可是你副手呢 副手要经过假投票 现在国民党内就有这种声音出来 韩国瑜也讲了 如果假投票的话 他不干 因为韩国瑜知道 一旦假投票的话 傅坤其极有可能过关 那这种声音出来 朱立伦没有灭火 张亚中就讲嘛 不愧是先知的 不幸言中 他说你这套体制运作到了现在 你不管怎么做 大家不会相信你 因为你跟他关系太特殊了 因为朱立伦在很多事情上 是听傅坤其的建议的 况且傅坤其又为国民党流血流汗 全台跑透透 就可以证明他必有所图嘛 那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就是野火还没有烧的时候 朱立伦应该跟傅坤其好好啃谈 但是这些朱立伦都没有做 一直到傅坤其他表态了 才发现事情大调了 所以为什么张亚中讲 好 诸付体制是一体两面 如果无法切割的话 国民党必乱 真的不幸被张亚中言中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